这个就是冷库 钻用的配电箱 380伏的 这个是说明书 带了两把钥匙 主电源 空气开关 这个交流接触器是 控制压缩机的 这个是化霜的 电加热化霜的 相续 过瘤保护 保护器380都带 两个感温碳头 一个是环境温度 一个是化霜 温度传感器 现在真空已经抽完了 抽完以后就可以加符了 一会儿把符拿过来给它夹上 配电箱已经安上了 现在是接内风机的线和电加热 这个是接下盒 这个粗的就是电加热 380伏的 这个细的是风机 也是380伏 这个怎么接呢 这是加热管的公共端 三根 它原来都连到一块了 这是三根火线 直接380伏 三根火线直接接上就行了 它这种连接是星星连接的 不是脚绳 脚绳连接是星星连接 然后风机简单 风机 这个是接地线 这三根是输入的 383根火线 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一会儿通商店 还要调一下相续 相续不对的话 风机是反转的 不会往外吹风 调一下相续 现在把线路都接好了 这三个是压缩机供电 和内风机供电 这三个是 化霜加热管供电 这两根是压控 压控线 线路挺多的 室外机就比较简单了 压缩机三根供电 然后压控两根线 从白天干到晚上了 现在天黑的早 五点就黑天了 现在可以通电 试一下了 调一下相续 加上浮就完活了 现在机器已经运转了 相续调完 正在加浮 温度一开始下降了 原来11度左右 现在降到6度了 现在打到手动模式 打到手动模式 低压 两个压左右 现在高压 高压八个压 高压八个压 现在还在加浮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